上次啊 他们是说要赶紧找出一个 支持One Nation欧盟的 这个首相候选人出来 后来呢 不是推到说下一次开会吗 一周以后又开了一次会 这回呢 人数多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什么呢 就这个人叫 Hankook 可是啊 洛莉是知道的 这个人呢 他的那个一项工作风格啊 就是来为自己的 他根本不是来支持这个One Nation的 他只是来寻求对他的知识 嗯 差不多吧 那那肯定后来 这男人管不住裤裆啊 肯定也出了点事 结果呢 大家呢 洛莉再一次说赶紧赶紧 咱们一致啊 得表示一下反对 无协议脱欧 另外呢 这个候选人的事 结果又被主席拦住了 说这个 这次的会议议程啊 没没没在里头 我们现在应该什么呀 把我们的小派别的这个宣言先给写出来 大家一致同意了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对环境啊 气候啊 国际援助啊 宪法啊 这个这些啊 我们把我们的这些宣言写出来 结果呢 这洛莉啊 就有点不依不饶 那脱欧不提了 结果啊 这主席有点高兴了 就那女摩根啊 有点蔑视的就 看了洛莉一眼 说这个 我们发表宣言啊 也是要挑战像小金毛这样的 这些候选人的 表明我们对One Nation这个价值观的这个认同 大家是不是也是这么觉得呀 结果洛莉啊 这死脾气 直接就说 我不同意 你这弄了半天 这宣言没任何意义 我告诉你 小金毛 你这么发的宣言 小金毛都说 我也愿意签 我也赞同这种做法 因为我也是 喜欢欧盟的 保守党的呀 这时候啊 米切尔 说话了 说对呀 小金毛就是啊 他也是这个留欧的呀 这洛莉啊 又开始不服了 直接瞪了这个米切尔一眼 对 我告诉你 理论上 不是 事实上 小金毛可以签任何一个逃你喜欢的东西 但是对他来说 毫无意义 结果呢 这个女主席 女摩根呢 立刻说 哎 那我们就把它确定为让它有意义不就行了吗 这洛莉啊 肘啊 直接就说 你怎么确保啊 你根本没法要求他们去遵守这些宣言 这些宣言没有法律意义啊 对不对 即便他做出了什么承诺 我告诉你掌了权以后 他也会食言的 而且啊 不会感到一丁点的羞耻 我跟大家 你们大家听好了啊 我们现在最大的希望 就是我们得选出一个能够代表我们价值观的一个首相候选人来 而不是说在现在这11个人里边去扒了能不能够跟我们靠近的 起码吧 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哪个人愿意去参选去 说着啊 这个洛莉就把眼光盯到了那个工业部长 也是个女的啊 安倍儿 还一个什么就业部长 这是就业部长 还一个那个啊 反正就是 这俩啊 他为什么盯这俩啊 因为这俩起码啊 他们在内阁里工作过 当然那个就是过来那个投机许晓想 其实就是多出那一个新来的那个啊 那个Han Cook 他觉得那是一个投机家 连看都没看 这时候呢 有一个年纪比较轻的一个议员就说 我觉得啊 我们就是一个 算是欧盟保守党这一派的 就是保守党里的一派 欧盟这派 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去支持某一个同一个这个候选人吧 因为他觉得我没有我们的自由 我愿意建议支持谁支持谁嘛 罗利这时候坚决反对 说不行 那样的话 我们这温和脱户派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他这么说的时候啊 好多人 连看洛利都不看了 什么意思 明摆着大家不太赞同洛利的看法 其实啊 洛利觉得这五十个人是一点信心都没了 首先就觉得中江派没戏 另外呢 就是整个现在大环境啊 包括国会整个国家都在往右走呢 没人愿意啊 为一个注定要失败的选举 把自己能够晋升的机会 给牺牲了 万一呢 对不对 人家能够让我在内阁里边挣个什么职啊 我这一竞选 人家更不拿我当敌人更没戏了嘛 只有洛利觉得不会失败 不见得 而且他觉得啊 我们现在啊 你看那边才五十个人 我们怎么着都能拿到足够的票 起码把那小金毛给拽 而这时候呢 女摩根 就女主席 就 比较温和的把这个会呢 大概总结了一下 或者说 想阻止洛利的那种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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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看啊 好像 这屋子里边 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 你对英国脱欧的看法吧 可是啊 洛利这时候啊 说那我就得提醒大家 我们现在就有点像 这个温水里煮青蛙 慢热呢 都都都都都的家伙 我告诉你 谁上来 甭管谁上来吧 就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小金毛啊 什么Rub啊 还有什么的 那那那几个人啊 他们已经都开始声明了 只要上来 哎 可能 硬脱欧 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这也是这个竞选的政治口号啊 就为了吓唬欧盟 要不然欧盟老师在各种条件上不是不妥协吗 当然这个洛利也说呢 就是 就这一个这个啊 还一个这个 这都是跟小金毛都表了态的啊 就是硬脱欧 而且呢就说了这个凡是温和派想留欧的啊 在我这个政府里边绝对没位置 这时候啊 屋子里边坐在后排有一个人 当然罗里没回头啊 不知道谁 反正就说了一句 哎 洛利 冷静冷静 你有点太歇斯体理了吧 即使他们想这么做 哎 地区选举也不会支持啊 再说了 你看啊 你自己不是还是议员的吗 你的选区总不会把你的议员 为了他 他他把给你剥夺了吧 他也没这个权利啊 其实洛利心里啊 最想推举的是这个人 就是他现在 以前在司法部的那个上司 高克 他觉得这个人呢 真的特别好 一定会能当一个好首相的 首先这个人呢 很坚强 而且呢 就是如果啊 比如说他的政策改革啊 肯定是不受欢迎嘛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他死扛着啊 才让这个监狱的这个改革的嘛 他能够坚持 真的 就是除非你把我罢免了 得了 但是呢 他这个人又非常的实事求是 他也觉得呢 他有很 又谦虚 又有道德感 就是没那些脏得烂的事啊 另外呢 他善于倾听 有洞察力 也很慷慨大方 也不怕讨战 而且 他现在也很年轻啊 是吧 你别看人年纪轻 他已经担任过七年的部长位置 在内阁里边也在三个不同的位置都认过职了 在做事上绝对的坚持原则 有时候啊 可能就因为坚持原则 可能晋升的机会就丢了 你就跟上次说嘛 可能就是把得罪了 就说 不能砍 或者哪个地方必须砍 这个预算啊什么的啊 所以在洛丽觉得啊 他在 从政这么多年 这是他见过的最好的一个上司 其实前些天不我们就讲了吗 洛丽已经鼓励过说 让他也去参选那个首相去 要换别人啊 一听肯定的 呦 马上被鼓励嘛 而且这什么的啊 一起嘎什么的啊 但是他只是说了一句 谢谢你的信任 我会听取意见的 也就一天吧 他就回电话说了 我打听了打听 我拿不到足够的支持 当时洛丽听里话 心里可难过了 这就可能就是因为坚持原则呗 你肯定得罪了一批人啊 人家不愿意让你上来 不过呢 这个电话里呢 反而这个高克啊说 要不你去参选吧 洛丽一听 我更没戏了 我政治履历各方面啊 我肯定都不如这个人 于是呢 这个洛丽啊 又去找那个女主席 那个女摩根去聊 结果聊聊聊啊 发现啊 这个人啊 好像已经灰心丧气了 就这两年多了呀 你打脱欧公投了以后啊 各种的就关于这方面的 这个斗争啊 已经闹得他筋疲力尽了 所以呢 罗丽又去找 另外那个女工业部长去了 一看啊 打看就打听了啊 估计也没戏 他觉得他为什么会找这个女工业部长呢 这女工业部长啊 有一次就是因为一次失误吧 就是误导了议会 反正就是 没办法 结果最后呢 他就是不得不把他的内阁职务给辞了 其实在罗丽觉得啊 就为那点小错 居然敢把那么好的职位给辞了 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个人啊 嗯 敢做敢当 既然我错了嘛 那我就辞职 他还有一个认为呢 就是 这女的啊 挺有幽默感的 大概就有点像梅姨 所以他背后啊 还真的有一群这个温和的支持者跟着他的 其实两年前啊 就有人在讨论了 是不是让他去竞选那个首相去 而且再加上啊 这个卡梅伦因为在这个保守党里啊 算资深的了吧 所以卡梅伦是挺支持他的 要是他要去参选啊 绝对能够立刻就有资金支持他 再加上啊 他的工作履历 肯定不会让那个别的议员觉得 呃 又 蹦出一黑马来 比我还不如的 就就就突然能够当首相 会不服 所以他的履历还挺新 可是啊 他也跟罗里说 说保守党啊 呃 如果说 再跟脱欧协议啊 要是没签的情况下 在这之前 想选一个 一直喊着要留欧的人 当首相 根本不可能 因为他是嘛 结果罗里说 那你不参选了 结果这女的说了一句 哎呀 我也不好说 其实罗里心里明白 这个女人不会去参选的 否则啊 他一定会表态 或者说那咱们一起来啊 什么的啊 结果呢 罗里也也不饶他呀 就说那如果啊 你不去参选 你会支持 现在哪一个呀 哎呀 我现在没法跟你说 我内心的这个想法 或我内心的打算的 这也能看出啊 其实这个政治家嘛 互相之间也不是很信任的 当然过早的表态 确实也不利啊 其实这个时候啊 罗里也能够感觉到 小金毛那个朋友圈 已经开始对他有所动作了 或者说呢 觉得罗里啊 不是跳着出来要反对小金毛嘛 也要开始搞搞他了 有人呢 就跟这个记者啊 就爆料了一些东西 那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某一个 罗里的前同志 在罗里当这个国际援助副部长的时候 他们那个部门就有很多的高级官员 其实特别特别的讨厌他 是一个完全听不进去建议的一个人 而且啊 经常说一些不切实际的话 经常把坐在他旁边的公务员都给吓飞了 结果呢 你看现在梅姨还居然让他当了个政部长 这简直就是个灾难 一定会导致世界上成千上万最贫困的人 现在就死了 当然就是说 当时他不是说要把那个什么气候愣加进去吗 人家说那你这样的话 你对现在就贫穷的人 你对未来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你你你你都把这个钱不就削少吗 那这肯定就有人会受影响 没准就死了呢 罗里一看赶紧就接受了一次泰晤士报的采访 当然先强调他们是中间派的这个观点 另外呢也强调说小金毛啊 这个人啊在工作上就根本就不认真 另外他道德上肯定也有问题嘛 呃所以像这么一个人当首相啊 他觉得自己是很担忧的 呃有好多人呢 你比如说都说小金毛是一个古典 形式的人物 结果他说要古典呢 古典我只联想到 他是一个异教徒 而且非常放纵的一个诗人 而不是罗马的元老 这骂的就够难听的了呀 这时候小金毛叫他了 叫到他办公室里以后啊 呃一直就也是让他在外边等啊等啊 弄得那秘书啊一脸的歉意 好不容易小金毛出来了 还是那种啊 呃衬衫咧着 呃领带也歪着 那眼睛啊大概是疲倦了 还是怎么啊 显得更小了 表情呢 有一点酸了吧唧的 然后啊就说 哎 我不明白呀 你干嘛那么说我呀 罗里也不客气啊 直接说 你不是一直说要硬脱欧吗 那不就把英国的经济给破坏了 而且北爱尔兰那边和平 没准也没戏了 哎呀 我必须坦白的跟你说啊 我们谁都不想硬脱欧的 对不对 没人想啊 那你打算怎么做呀 谈判嘛 然后啊 他就开始说出了一连串 很多议员提出来的这个草案 就是修正案 比如比如那样的 那什么的啊 但是呢 这罗里因为 坚决反对嘛 就是所以这些草案 他是认真认真的都读过的 没一个对爱尔兰的稳定 有利的 而且啊 像这种的啊 肯定在这个议会里通不过 这时候小金毛一边说啊 一边就看这个罗里的面部表情 罗里肯定这时候眉头就揍起来了 你数着一顿啊 都都不靠谱 小金毛啊 大概啊 罗里觉得就看着眼前这人 怎么这么迂腐 这我打小就烦这种人 轴啊 然后啊 他又摇着摇头 努力的啊 弄出一个微笑来 说那你说说 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呀 就梅宜现在的这个协议 就直接通过呀 除此之外呢 这不都没过吗 退回到海关协议也行啊 哎呦 你你肯定不是这意思吧 啊海关协议 对呀 那你要没这个关税这个 你怎么解决英国和爱尔兰之间 这个边境问题啊 就是说 过去啊 北爱尔兰等于其实算一个半独立的了 因为什么呢 他就是因为这个海关协议嘛 在那有关卡嘛 那意思就至少 退到那也行啊 结果呀 这个小金毛就说 哎呀 总得有一个 不这不还有着很长一段的过渡期呢嘛 比如说我们可以 通过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啊 WTO 结果这罗里说 你懂吗 过渡期 过渡期 过渡期的时候还是零关税 可是WTO哪有啊 哪有零关税啊 那个都是各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那么迁 那不是我们面临的是最 糟糕的这个环境了 那就 你想想 我们现在汽车 百分之九十得出口的 那 至少 人家国家得挣赞百分之十的关税吧 那农业税直接 这是蹦的百分之四十了 所以啊 你说那个 没移那个协议 他要不签 哪有什么过渡期啊 小金毛这时候啊 也感觉到了 完全无法说服这个 轴了八戟这个迂腐的人 于是啊 他就开始转移话题 你也知道的 我是对欧盟是非常喜欢的 那行啊 那你就站出来 说你不赞成运托欧 我马上以后不对你说那些话了 哎 行 我现在就 你听好了啊 我不赞成运托欧 好